掌握 掌握 加油 櫻桃鴨在国际相当的出名 在台湾更是如此 但是在台湾大家讲到櫻桃鴨 就会想到櫻桃鴨的故乡在我们宜蘭 但是你知道櫻桃的总鴨在哪里呢 那就是在櫻枝 好喔 太好玩了 欢迎收看櫻兰五四三 生活净土三 而这期宜蘭五四三的节目 要跟观众朋友们介绍什么呢 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櫻桃鴨 櫻桃鴨在国际相当的出名 在台湾更是如此 但是在台湾大家讲到櫻桃鴨 就会想到櫻桃鴨的故乡在我们宜蘭喔 但是你知道櫻桃的总鴨在哪里呢 那就是在礁西 我听说在礁西有一户养鴨人家 已经有三代这么久了 他们光是养櫻桃鴨就有四十多年了 非常的厉害 他们是从挑拳总鴨 一直到生鸭带 猪鸭带 一直还有到小鸭产生 都是在这个总鸭产来运作的 那我要赶快来找这一位养鸭达人 问问看 他到底是怎么样 养出这么棒的总鸭出来 然后生出这么好的樱桃小鸭啦 我带你来去了解喔 来 李老板 有 我终于可以来好好的了解一下 樱桃鸭这个部分 我听说你们养樱桃鸭 已经有四十多年了 对对 非常的久了 那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说你们刚初怎么 你们养鸭已经三代 然后养樱桃鸭是四十几年了 那怎么会去改变来养樱桃鸭 因为樱桃鸭它是一种生长快速 产氮如果是环境好的话 产氮也很冷定 产氮啊 对对 它的饲料效率很好 如果是肉鸭 我们是重鸭 当肉鸭的话 它的饲料犯肉率很好 哦 那你茨庭 茨庭它有它的 现在都慢慢就要改变 越来越有名 越有名 那个茨庭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我以前不是都是说 樱桃鸭就是讲樱桃长大你知道吗 还听过说樱桃鸭就是说 樱桃木材是樱桃木区的 所以茨庭很多生意 就让我对樱桃鸭不是很了解 那你可以跟我们简单的讲一下 这个樱桃鸭的由来吗 樱桃鸭现在算是樱桃市品牌 品牌喔 但是这种鸭状它叫做北京鸭 这是学院它是北京鸭 因为我们以前在英国一间又买你 樱桃鸭这间公司进这种鸭 进这种鸭来台湾 北京鸭的但是他那间公司 我们中文名称樱桃鸭 把他的鸭状现在差不多就这样 公共都说到樱桃鸭 但是我说它是品牌 鸭种是北京鸭 就是那间公司生产出来 叫樱桃鸭成权都做樱桃鸭就对了 原来是这样 但是他不是吃樱桃鸭的 他不是吃樱桃 我就是这样说 都是说人家说的就对了 我还要向他请问就是 当初听说樱桃品种进来 真贵 你是怎么想要自己变成配种了呢 这个如果他的第二次 我们英国买的是一家小孩 当总压用的一家五百几块 一家就要五百几块 五百几块 对 当总压就要五百几块 当然我们日外是 我们还配种 再配个两三代 但是它会繁年 繁年它的生产效率会降低 所以大概我们 每一段时间大概一两年 会再进一批 然后再配新的 不然鸭也会漏掉 对 并且漏掉鸭 那生产的面也不够用 所以就会染一些新的 进口进来的樱桃种 那个叫PS PS是商业重压 商业重压 完全是这样 好 因为这种压经过你们配选之后 这有怎么把这种压 把它变得更厉害 更厉害 你的力竭是啥 这样吗 这就是这样 你要给它一个很好的环境 很好的环境 大概是什么样的环境 你看 灯光煤气温佳 这样比较好适合 对 不能太转 要适当的光线 它这个 我这是用自然交配 自然交配 自然交配就是 给它一只工 配有水母 怎样的 一只工配五只母 所以我就 那这只工就要正用 正用不大便 这只工基本上是一比五 原来是这样的 我一百至一百只工 五百只工 由它自己去炽 自己去炽 给它自己去炽 要去哪一只 对对对 心情如果好 气氛如果好就好了 对 我今天是这个工 哈哈哈哈 这是奇人之福 哈哈哈哈 这个人 大宝人 不只这个工 原来是这样 所以你治疗的部分 有什么更特别的部分吗 除了说灯光煤气氛 我来到这里感觉 这里没有炒味 对对对 因为我这个 在我差不多30几年之前 我就改 我们传统的是用Acula 对 Acula 但是 这样因为 这个人说 它是熟患的 是是是是会受到很多因素 是是 暖天是高温 暖天是最暖 对对 热间破 噢 啊 完了 啊 还有是 椒子 匿体 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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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生动物的压迫性 就是产生压迫 哦 啊 完了 然后就是 疾病的难控制 是 因为你识窝 椒子 在飞 它会 它會比較難控制 就是變成說讓它在室內 你熟了 你就擺盤撻到那裡的因素 沒錯 這裡是用複壓室的 複壓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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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陰 人家出來 所有的頭 IX 細木 民族 西柱 主 metropolitan 那裡這些 prz 複壓室 特別是栞 mat 跟你處理這種方法 裡面 糊液 lu ohne 完全沒有味 所以就是燈光美 impression 吹氣要拆 他撈 廬門ожу的東西 是不是這個部分 會更加重 一直有 我們是 最古早的時候都用自己搽的 你自己搽的 斷味的就說你用 煙刀 漁米 燒麵 魚 蒸 你用古早的傳統 你自己認為要搽什麼 但是這樣還是不夠堅準 還是不夠堅準 你們怎麼做 到最後 因為吃了醬 他們覺得這個樹葉有專攻 對 因為這個飼料醬 他們有特別的配方的專業人員 專用 他會給你配說 你是飼雞 他就總會配雞 肉雞 你飼養他總會配雞 我們這個做種 有專門的配方 如果雞吃我們菜仔吃的一種飼料 這種飼料吃的還不夠 對 飼料裡面的配方 飼料廠的專業人員 我們現在的冬天 暖天 新飼料 新飼料 老子 他就會跟你配說你現在家裡有什麼 但你還要告訴我 我現在這個配是要新飼料 比較老的 現在是冬天 現在是熱 原來在飼料公園也這麼多 對 這就是真飼料 真飼料 這總要吃的一點是讚的 對 這隻我們母的可以養子嗎 不是 我們一般 我是說 我們開始小鴨 養到成鴨的時候 大概將近半年 半年 半年就是差不多到 不到半年 差不多到 一百五十幾天 一百六 他就進入成熟期 他就開始生了 我們就開始生 我們就開始生 那天大概同那一天 算 開始算 算 到淘汰 看市場的需求 對 但是看那些生料好到賣 當時差不多都一年 都一年 一年 一年上下 就不換一倍 不換一倍 一年就不換一倍 這才是中美東的 那些是銅鑽 銅鑽 銅鑽 原來是這樣喔 我剛才還好 像你們說幾英國 飼料公園的種類 是都飼料公園還是沒有 喔 它的飼料就是 剛才我講的 它是用一座馬 差不多百二 百二十隻 一百二十隻這樣 都配好好的 就是公園幾隻 不然他幾隻都給他配好好的 對 他給他配好好的 但是鑽的還給你 鑽的還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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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也有可能 對 櫻桃鴨如何分辨公的母的呢 從體型還有嘴巴 另外聲音也要注意聽喔 蛤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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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鑽的 蛤蝦 蛤蝦 蛤蝦很丟喔 噢 你的蟹蟹也放進去 心裡的時候看屁股 兩隻對照一下 牠的嘴巴也不一樣 嘴巴比較大一點 頭部比較大一點 頭部比較大 沒有 這比較有 顏色比較淡 原來是這樣 這邊性別有關嗎 嘴巴的顏色跟性別有關嗎 一般說的 牠的嘴巴比較黃一點 看嘴巴也可以噴電出來就對了 對 頭部比較大顆 公的 一般牠的蟹蟹會比較白一點 比較白一點 其實還是有差點 公的比較大 母的比較熟 你看屁股就不一樣了 屁股就不一樣 剛才抓到的有效嗎 你說這隻公的有聽到什麼嗎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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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牠的聲音比較低沉 現在換這隻蟹蟹蟹蟹蟹 牠也覺得蟹蟹蟹 好啊 嗯 流很重的燃燃 把它撐起來 我去撐就再塞尋了 再塞尋才 這坨的如果流生 只要你看比較大隻 不然這生產品很好 你要流起來 它的下一代不會差到哪裡 就是這樣 就是大概一兩年 還要進去 進新的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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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進一坨 他今天十枚生這麼多人 我們來去撐就好 好 這撐就好順 我不要撐過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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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到處吃雞 好 你試看看 我來去撐就好 這撐是怎樣 這撐起來就放下去就好 對 因為它會燙燙 剛才都燙燙 都燙燙就多 對 大小的都不一樣 都差不多 對 它差不多 等時間都差不多 等時間都差不多 對 對 所以等一下休息要拿去哪裡 等一下休息要拿去哪裡 等一下休息要拿去 附法室 那個地方 對 我要有一個工作室 要先把它擺起來 擺擺要拿去 附法 兩場室 要先放兩場室 好 沒關係我們一步一步來 現在就是 如果休息要來 排兩場 對 要去兩場 對 對 對 這樣 你剛才撐多少 撐多少 沒有 現在這樣說 我說多少 我這裡差不多 我一天撐起來差不多 大概 嗯 一天剛才撐多少 三四千顆 三四千顆 這個壓的產業鏈 我們是最上面的 最上面的 對 一個月先三十四五萬隻 對 十四五萬隻 對 你們真的是最強大的 對 我當作是一天 我只要七八千顆而已 哦 七八千 一天就要出場七八千 對 但是現在三年沒那麼多 只要一天算四五千 四五千 好 真厲害 這個壓也很用 對你創造很多 對 好 我們來去排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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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我們剛才為他 找阿倫 來這裡要做什麼 就是要擺 擺在台上 喔 擺得擺得太多 擺得好 還要放兩三四 這樣喔 這要放進去 要注意什麼 我 這放進去 兩邊而已 我們蛋是 桃圓形嘛 對 大頭 這大頭的 這個 做中頭 大頭要做中頭 這個 這個 因為 它的氣勢是在這裡 氣勢在上面 氣勢 正常的氣勢在這裡 在上面 對 在大頭就對了 要給它朝上就對了 對 反而是這樣要注意 我們剛生出來的蛋 它的酸鹼質要減少 再來水分很高 水分很高 你現在只要放兩天 要冷藏 這個溫度 它有設定一個溫度 設定一個溫度 大概是16到18度 它那個水分它就會蒸發掉 酸鹼質它就提升到正常 我們7.1 它就要維持正常 醫藥 再拿進去補 再拿進去補 對 原來是這樣 不然今天生的 今天補 小孩出生率都很不好 都很低 這是經過你們自己研究的 也算是 還是傳統流下來就是這個程序 這是經驗值 經驗值 它這樣擺一盤它的成功孵化率 如果 如果 要用兩種算好 如果 我100多的四顆 對 100多的四顆 正常好的話 我可以出到122 125 如果不好的話 要看 那顆太老了 沒有 生的 出到差不多 100桶而已 100桶而已 這樣喔 幾個天 幾個天到周會 幾個天到周會 但是你如果 同一天把他送進去 同一天把他送電 他就同一天 就是跟那個送電加溫有關係 程序是第一 你看 這是兩天把他放周會 然後 當一個上電 就是當一個會出來就對了 對 當一個上電就當一個出來 了解 完全 從這裡看你 這樣說 因為我們是因應客戶的需求 有的人要接完隻 有的人要五千隻 對 那你一萬隻的那些 你就要放到一萬隻的量 嗯 你當一個日子 才會送電 才不會這樣 對 有的都不夠 有的太多了 就是看你的鴨蛋 對 看你的鴨蛋來送電就對了 對 那這裡待會兒就送 你冷藏就對了 對 這樣就送到冷藏 好 待會兒送福的時間 這樣 原來不同的時間 誕生的鴨蛋 可以在同一天 讓這群小鴨一起出生 秘訣就在送進保問箱的時間 依照訂單的數量 來控制整個孵蛋的時間表 林家祖宗真是有智慧 鴨哥 這邊拼這是你們的行事例喔 對 怎麼說 這是名字是什麼意思 這是我的客戶的名字 客戶的名字 這樣喔 啊像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總公是什麼意思 這個總公就是我 真的要做種的 要做種的 對 真靠一霸的總公 對 你們就安排在21號 給你們一次吧 大概 23號 11台 11台 他跟第五天 差不多 18號 8號9號 還可以 7號也可以 就開始做2號 就開始做2號 好 這樣喔 做2號 不然我們現在去做2號好嗎 OK 我不要看過人做2號 你說的 剛才那個回忌 好 先來去看這個做2號是怎麼做 要怎麼分辨 來幫我擦一下 好 好 我就擦 這個就開始 變 現在這裡是經過5天 這條 5天 差不多5天 剛拿出來酒就對了 對 對 他自己的餅 餅餅 餅餅 有有有 他有在動 稍微動一下 他這個餅餅喔 餅餅餅 是這樣 如果是野外的話 椒子 椒子 水椒子 都一樣 你這補的時候 牠的毛都會去拌 拌到燈燈 你如果沒有燈燈 牠的那個餅餅會出不起來 就是那個 要拌就對了 我們現在都會拌到來拌 沒有 要拌的是我們用這個 拌一下 好 好 這補充餅 它很激 好 是 好 你為什麼要拌開電池 像你這一部分 這樣 你才不會拌到拌 這樣拌到拌 把你營營 這樣看就對了 這裡看得比較清楚 好 好 要怎麼看 這樣拌下去就知道了嗎 這個有裂痕這樣嗎 不是 這個就是 你說的那個 火雞 這就是火雞 這就是火雞 對 這個火雞有了 它有一個芯 這裡有那個火菌 像火雞 這就是這個就正常 這個正常的 有的 在燈燈燈的 它要先挑一下 挑一下 好 好 請這顆 這顆也正常 這顆也正常 因為我說 這種火菌的受精力 可以九十幾% 九十幾% 九十幾% 這顆一顆就差不多九十幾% 就對了 它的受精力有九十幾% 它要這樣 一桌一桌就知道 有那個 爪子 那就是我們說的 這顆就是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就變成我們說的 白癢 這顆是白癢 這顆還吃嗎 都可以用 都可以再吃 都可以 對 就變成一般純壓蛋 就是沒有受精 沒有受精的 OK 了解 你現在再做 像這個有 金的都流到就對了 對 那這顆就 喔 這個很明顯 這個是什麼 這顆就是 煩惠菌 煩惠菌就是 它有長大 結果不會長四季 這樣喔 這兩天叫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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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沒有正常長大的 你看看 它就沒有心臟沒有它 像這樣 你看看 它就變了 然後從上面照下去 就知道有沒有 對 對 這顆就沒有 沒用 沒用 剛才這顆 對 你給我看 我來用看看 你給我看 這顆就是四季了 沒有四季了 四季了 好 我再來用 你不要說喔 我有 這顆沒有 對 我來看 又來一顆 又給我摳旗看看 哈哈 我們剛才吃花菜 這顆有 這顆有 你摳旗 摳旗 摳旗 摳旗就沒有 沒有摳旗 待會我看 這顆有 你還在做三季了 哈哈 我看來這九季了 這顆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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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機率很高耶 對 這顆也有 有啦 我有看到青藏在那裡 對… 這顆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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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看看 看到青藏在那裡 這顆也沒有 這顆是純粹的腰彈 對 就叫蝶子 蝶子 蝶子 這顆也沒有 這顆也沒有 看起來很大顆 但是它是沒有的 沒有 沒有 還是這樣 繼續… 要繼續 現在用雞尾下去 成功率會比較高 對 這顆也沒有 原來這很平衡 都很好玩耶 哈哈 很粗 嗯… 這是… 變成這樣 這顆也沒有 這不是當好玩的 在打開就沒有好玩啦 對… 要用附在這裡是很好玩 對… 這個感覺… 欸大哥 出生台也在這裡嗎 對… 在這裡而已 我帶來看看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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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喔 在這裡嗎 對… 打開就… 打開就來看就補了 哇… 喔… 芝麻開門 哇… 剛才阿妹 現在就是變成這樣嗎 對… 對… 起來 來… 哇…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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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真的耶 哇… 好可愛喔 其實你看那個有一些… 有一些在… 你們應該等一下 有一些是在蛋裡面 有一些是在殼裡面 對不對 對… 太特別了 對… 這一隻已經快要出來了 喔…這一隻 這隻… 你剛才說牠會不會出來了嗎 沒有…牠會不會出來了 牠會不會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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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牠會出來了 喔…好… 那你也可以用… 那個… 你人要把它鑄蠢 喔…鑄蠢 就是把牠打開 啊…來了… 來了… 你也可以鑄蠢啊 OK… 等一下我拍一下 太可愛了 喔…這麼特別 好…來喔 我去坐 好…你跟牠喔 嗯… 哇…原來牠是這樣喔 你也可以鑄蠢 這個是鑄蠢喔 對… 哇… 這就是用人鑄蠢 人鑄蠢 鑄蠢 喔… 好…來… 你以為我是媽媽啊 都會把牠當成媽媽 好… 那你就是爸爸耶 對… 牠就是把牠當作媽媽 啊… 啊…你不要… 你不要… 太大的動作 你不要太大聲 他會很懷疑 妳是媽媽 這樣喔 對… 不管妳是什麼 牠都把牠當作媽媽 對… 所以如果妳看牠 牠牠牠會很懷疑 讓牠媽媽來了 喔… 往來是這樣… 來… 來… 來…我看一下你 太可愛了 好啦… 牠的蠢蠢都要黏黏的 那是什麼 牠剛出席都要黏黏的 都要黏黏的 對… 但是牠要10分鐘就打… 很快就會打就對了 對… 很快就會打就對了 對… 喔…原來是這樣喔 對… 好…這隻… 你告訴我這隻鑄蠢蠢 看得出來嗎 鑄蠢… 這樣沒辦法看 要繃才會出來嗎 要繃 不然你待會幫我教一下鑄蠢蠢蠢 鑄蠢是… 牠現在腿都黏黏的對不對 對… 很柔軟 欸媽… 喔…好軟喔 對… 太可愛了 對… 牠不可以打下去蠢蠢蠢 牠會把蠢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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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會把蠢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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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蠢蠢蠢�蠢蠢蠢�蠢蠢蠢�蠢蠢�蠢�蠢�� 對 鋼主森 你如果要鋼肉 你就要把鋼肉弄一下 這個地方才會 我弄一下 那裡有一個蟹子槍 這個生殖器 這是什麼 現在這是鋼肉嗎 鋼肉 沒有啦 鋼肉 鋼肉這不是三人兩鋼 這要說 但是你如果要鋼 鋼肉帶來 我帶鋼肉來鋼 我看這隻鋼肉還是鋼肉 這隻鋼肉 一般鋼肉 鋼肉也鋼肉大 鋼肉大 鋼肉大 都是特別的 你知道牠是怎樣 牠是怎樣 我剛才把鋼肉弄好嗎 鋼肉嗎 對 鋼肉 鋼肉 鋼肉哪裡 鋼肉 鋼肉哪裡 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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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扣在土 所以我剛才摸的 它就是這裡土就是這樣 對 你有摸就這樣 太可愛了 摸起來是 台客 這裡這麼多 這兩隻都外了嗎 就要等一會了嗎 我都知道 這有人去收購嗎 沒有 現在都沒有了 現在沒有喔 就變垃圾嗎 垃圾 這樣喔 好好 不是 不能拿去做便利嗎 拿去做便利嗎 以前沒有人去做 沒有人去做桌 對啊 因為還有人會去 加加 去 種菜 或是查什麼 現在都沒有了 現在都沒有人來收購 對 沒有了 所以你這個門口就是 變垃圾 處理這樣就對了 原來是這樣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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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一些種種菜 就像說要來 拿一些東西去做 沒有了 因為 我每天在做 種菜 也要一碎而已 對啊 原來是這樣 有人說有那個兩角 拿去煎火 有喔 有喔 但是種是多了 我這一天 一天就出來 都幾萬顆 它量太多了 那這個是什麼 這是鐵曬 就是胎盤的意思 胎盤 這鴨的胎盤就對了 對 它在鴨蛋裡面 就靠這個地上 來吸收養的 對 原來是這樣 真的耶 哇 你看這 這是要弄出來的 對啊 我以前 我以前 他們的 塞尾 都會說 啊 天沒冰 海沒底 對 啊 竟然出事就沒牛泥 哈哈哈哈 原來是這樣 這就是現在機器啦 對啦 機器 機器 也有這個 對啦 絲磁就對了 對 他們的 以前人都會量一些的 刺蟲子 刺蟲子 刺蟲子那種就對了 啊 天沒冰 海沒底 啊 竟然出事沒牛泥 你們小時候都聽這個 對啊 那以前我們中間的 那些都會量量四句 這樣喔 做對眼了 啊 它會給我捅 但是我忘記了 但是那些都有人做四句 對啊 聽這個也聽得很好 哈哈哈哈 真可愛喔 嗯 太好玩了 好 好 好好玩喔 這是今天剛出生的 哈哈哈哈 太可愛了 我輕輕的那個捏不就有 好 我在這裡把它抵到 抵到 其實喔 它這樣黏下去 不會受傷 不會受傷 為什麼 因為要不吃喔 它骨頭都會軟 喔 所以它現在骨頭又軟綿綿的 對 腳都軟綿 對 骨頭也軟綿 對 骨頭全身都軟綿綿的 對 對 但是它如果有吃東西之後 喝水之後 就骨頭都沾掉了 開始沾掉了 喔 就不可以嚇 所以就說它現在如果沒有傷心 拔倒也不適合就對了 不會 不會 因為它現在是軟的 骨頭也是軟的 喔 好喔 太好玩了 對 好喔 哈哈哈哈 但是你 招出來看我咧 你就不可以再開喔 不可以再開 不然它都種出來 都種出來 啊你會看不到我 看不到我 對 頭自己摘下去 對 你就不要 不要再開 不要再開 我都弟弟種出來看我 對 因為看這個有漂亮媽媽啦 他都給我動作媽媽就給我看 一定的 一定的 你現在如果 開始要吃的時候 把它放在肚子上 你只要再把它摳 用很溫柔的聲音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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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都來了 都弟弟來了 都來了 怎麼這麼好玩 好喔 這樣在二十七天 我們來看這個二十八天 二十八天 好好好 放開住 快來媽媽這裡 價格 這裡著就是 就是庭雪山 這裡都剛 pure 二十八天 都是把人igraphy 對了 這裡有差不多幾隻 這裡七十 這裡七十隻 對 這裡都要放在趟 這裡是要放在我 我們在客戶指定的農場 哦,就是這樣就對了 我媽在這裡可能要送花蓮 要送花蓮 我們去年也送很多嗎? 有,都有 好,好 就是照他們指定的送去的定點位置就對了 哦,太好了 好,我們這邊從凱哥這邊 那個鴨種場 然後生了鴨蛋 然後有蝠鴨蛋 然後在這邊產生了櫻桃小鴨的誕生 然後接著就要上到農場去囉 所以真的 你這邊的農場真的是功不可沒 哦,對啦 因為真的是大大的研究 把這個櫻桃鴨的發揚光大 哦,這是一間祖船的 一間祖船的 有早就都這樣做了 一路走來就是這樣 你從小時候幾歲就開始做了嗎? 哎呦,從國小大概就要開始摸了 開始都到做工就對了 對,對,對 基本上你養養的就是 很久就開始養 老朋友叫我們做什麼就做什麼 不要去做欠三 對,今天要去做什麼就去做什麼 原來是這樣 對,對 你現在從當時開始整身接這個工作? 哦,這就是我在天荒之後 做冰天荒之後才開始 天荒之後就開始接你爸爸的工作了 對,對 就是慢慢的 工作內容一直在持續改變 持續改變 然後變一些SOP 對,對 讓它更省事 然後更有效率 對,對 然後鴨子的誕生更多 對,對 然後鴨腫更強壯 對,對 對,對 這奧政都改變過了 哦 所以就是說 你知道我從小孩 沒有聽過三個叫櫻桃鴨 就是奧子就是奧子 什麼櫻桃鴨 原來就是 尾巴說 尾巴很遠 櫻桃鴨就是都育力這裡 對啊 我所在世界奧政運動有70幾個 70幾個 有經濟作用的 就是有經濟價值 差不多 在台灣差不多是四個 四個 對 我今天終於挖到寶 從源頭來認識這個櫻桃鴨 然後慢慢的讓觀眾朋友更了解 這個櫻桃鴨為什麼在宜蘭這麼的出谷 然後那個很重要就是腫鴨要強壯 生出來的蛋 生出來的鴨子才會健康 對 太好了 好,那我們就等這些明天送到養鴨場 然後我再來問問那個老闆 怎麼把它養得更強壯更好的鴨子 然後可以讓這個鴨子產生最大的效益 這樣子 OK,太好了 謝謝喔,老闆謝謝 對 來… 嘀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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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嘀 鸮嘀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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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 剛剛出生的小鴨 以為媽媽在叫它 都會跟著聲音跑 而這模樣真是可愛極了 透過達人凯哥的介紹 更加認識 全台最大的櫻桃總鴨廠 對品質的堅持 以及總供飼養的用心 一個月15萬次的銷售量 帶動了產業的經濟發展 而這些櫻桃小鴨們 要如何饲养 才能长得健康强壮呢 将带你来找樱桃爸爸 问个清楚 来 妈妈 这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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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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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 赶快 加油 樱桃鸭在国际相当的出名 在台湾更是名次 但是在台湾大家讲到樱桃鸭 就会想到樱桃鸭的故乡在我们宜兰 但是你知道樱桃的总鸭在哪里呢 那就是在郊西 好哦 太好玩了 樱桃小鸭子 从郊西那些樱桃小鸭子 然后就送来到黄仙这边 黄仙他是樱桃鸭的饲养达人 已经好几十年的时间了 是吗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的时间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来请教一下黄老板 他是怎么来饲养这些樱桃鸭的 可以跟你请教一下樱桃鸭要饲养 要注重的是哪几个部分 应该小鸭是比较注重保温啦 哦 来的时候要保温 中鸭起鸭子要让它运动 那像这个后期就是让它肥育了 吃较好的不要炒 不要炒 就肥育了就好了 这样哦 水汁有重要吗 水汁应该是说 目前我们宜蘭市的都差不多跟我们同样 都是水薄薄的 水的温度差不多不超过16度吧 都靠底下水来调整 温度啦 然后流速也是一样 流速你如果太近也不可以 太近也不可以 好 应该说我们这里的房间就是说 鸭鸭都土肉堆越多 浸出了 我们这里是水薄薄的 灸桃堆越多 因为灸桃堆在暂天的时候 灸桃堆很热的 它会在水底 水水底就不紧破 然后它就变常主动 灯爱主动会比较快 吃的就吃得比较多了 所以暂天的暂时比较重 是这样哦 就是那个水也很重要 对对 因为我们这里三星的水 更加水值得比较好 对对对 那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 吃的啊 吃的就吃得冷的就好了 吃得冷的 吃得冷的比较不平 会比较不高 啊 啊 不要吃虽然吃一点草 它的食料效率会比较好 我们这里摊十五二十三十 我们可能摊到四十五岁 这样哦 是哦 就是说 如果它比较健康 你的计算也比较好 它比较大吃 对对对对 它消育者是要健康的 现在食材 不够健康 不够好的东西 消育者就不需要吃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 都 现在大家都很厉害了 对 因为它 我之前拿的头上吃而已 没差 对啊 是这样 不够多一层 但是相对着它的身体 人好像会比较健康 这样哦 那你在治疗的部分 有什么 跟人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不够外 煮较高蛋白的蜜 鱼粉 酵素加一层 蒜头就不够重的嘛 蒜头有什么要够蒜头 蒜头它本身就有杀菌效果 也没有控制的 所以这个鱼是有吃蒜头的 对 就是用这个天然的方式 让它比较不够 跟地方一样 现在大部分 跟有机肉的意思一样 它就是用一些 物理性的东西来做 所以变化学用药品的都比较少 就减少了 用天然的东西 来让它产生抗体 应该消费者导向 大家都吃得更健康 那种更干净的东西 好 你说鱼粉 酵素 蒜头 还有其他的吗 比较高蛋白的 高蛋白的 比较大分 你可以去修化 那它的消化效果会比较好 若密你修化 如果把它弄好热 它吃 比较 蛋白肉在18% 它的消化效果 可能在3公斤 2公斤 就是1公斤肉 你如果蒸 可能3.5到3.8才换1公斤肉 是这样喔 它的肠骨动 它的需求力差不多固定 但是它的消化效果 你的提高 它更好吸收 这样喔 你由于就说 要让这些鱼快大吃 更快搭买 就是用一些 有什么更特别的适合 应该是 或是让它自然的 没有啦 環境 我刚才说的就是 稍微要保温嘛 重要是要稳动嘛 像健废 我开始温度 不要吃饭 不要吃饭 它就做了 不要让它吃饭 它就在顶充 像我前面那一刻 就要洗饭腹 哦 要洗饭腹 这炸起来就都算了 这就是说热的时候 就让它浸在这边 就会更凉了 再来就是没开 不要炒 为什么没炒 跟我们都同样 跟我们都同样 跟我们都不能炒 没开 要让它洗肉 要让它洗肉 它才肚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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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吃肉吃 所以你这炸都吃了 大家的几天 都差不多 七十三到七十五 哦 七十三到七十五 太早也不好 太晚也不好 因为 七十三之前 就是六十 六十七到六十 到七十六天 这都拍台 拍台是怎么说拍台 它在换毛 哦 换毛的时间是 所以 你这段时间 它担着你换毛的台 那就是你六十 六十四天到七十六天 这段时间 差不多一星期换毛 哦 换毛那段时间 不要把它抬 对 因为毛也不要 差不多七十五天 差不多七十五天 就在台 那就是过这个 换毛期之后 会比较 那个 较好抬就对了 对 不然在台工也不要抬 哦 这也是很重要 哦 要抬到它的换毛期 哦 换毛期 我小时 我们在换毛期 我们在换毛期 你知道 原来都不知道这个秘诀 而且我们台湾的鱼毛 比较特殊 是 是 我们在做鱼毛贝 是 鱼龍衣 所以我们的 幽毛的比较多 嗯 幼的啦 幼的比较多 幼的比较多 所以经济价就会高一点 哦 那时代后的三季 就在做鱼毛球 鱼毛球 以前那种拖鱼 到时候那种拔鱼 哦 是 这样子哦 好好好 所以你看看那三季就十五块 三季就十五块哦 哦 原来这些鱼都全補就对了 台湾 我们中小企业都比较多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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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幼的也不太多了 这样哦 所以说鱼毛 所以做鱼毛 那种是台湾同学 哦 是这样 对 因为它的量太大 哦 原来养樱桃鱼 还有这么多特殊的地方哦 它那个最主要的就跟 你吃樱桃鱼和一般的菜鱼 最主要的差别在哪里 你不要吃过一般的菜鱼 不过我跟大家来说 应该说鱼毛 是你说的一般一般的 一般它大概啦 目前目前 有像暗天大概三公斤 平均鱼差不多三公斤 桃鱼跟三公斤三公斤 嗯嗯嗯 那你吃暗天 我们吃到四公斤的鱼 哦 啊它鱼毛 它怎么够 嗯 它要吃好 嗯 啊它这个 它可能吃10公斤 11公斤 我们可能吃到15公斤 这样哦 所以我们鱼毛比较大 因为我们的好处 就是我们的肉比较油 较油 这款的大价 但是它的肉是油的 真的油 所以你才会宣诊 说 一、二、十年 都吃这个樱桃鱼 我刚才吃的时候 这款鱼毛没有人要吃 是什么 太肥 太肥没有人要吃 也没有料理 甚至早期的土耳鱼 都土耳鱼 那不是 çok好 旦然市场占有力越来越高 这样子 其实这鱼毛比较有大胃胃 它比较大肯 好 大肯就大肯 好 原来是人 人跟鱼可太健碰了 使得比较健康 使得比较健康 你这样一年来 差不多吃多少鱼 就是鱼 你说七十多天就完一倍了 你中间一倍出去 又一倍一台 引起小鱼 期期差不多十八萬吃 十八萬 一年喔 三十萬吃 我要改十八萬吃 因為我學校在這裡嘛 跟去那裡就改十八萬 現在又改得少了 又改得少了 又改得更年就對了 現在差不多 一年差不多七倍八倍了 七倍八倍 八個月就對了 八個月就對了 八個月 四個月修理 像現在七倍修理 我就每個月就休息了 休息一陣子 你說為什麼冬天不可以吃了 我可以 因為我三星腳要落後 喔 腳要落後 不會落那個燥燥 燥燥 貓貓魚 環境會比較差 喔 骨齒也可以就是說 其實現在場所有休息 麵里多會更好飼 它的育成力比較高 飼料消育也比較好 所以你現在 你告訴你說 我現在是八個月 會七個月 你是九個月 十個月 賺年錢不夠 然後是七個月才多 這樣喔 因為第一個飼料消育 第二個育成力高 育成力高 好高 原來是這樣 環境比較好 比較好高 所以想說你如果說 冬天就要落後 我說為什麼冬天落後 就一直來 又刺又刺就好 原來是這個原因 其實我 我本身頭農小 其實 台灣的養殖業的密度太高 喔 雞也好 雞也好 都太高 所以台灣的技術很好 世界又會這樣刺 沒辦法刺也刺不起來 這樣喔 為什麼要堅持刺這個櫻桃藥 怎麼不像要刺 刺百款的品種 應該是這樣說 應該差不多要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二十二年左右應該有 現在要刺這個 因為是在平均種 3.3到3.4之後 開始養 那後來 因為我去煮 打卡的種椰藥 是 我自撩子 開始是都撩子 後來它 種椰藥藥一直在改善 這三公斤三 改到四公斤 四點五 四點五 那時候 他用了 通通通這 van 大概十年前左右 他在市場 當中 總工 他應該是所謂的 銀桃藥 那裡 配我們台灣的وب 所以那他 它就是說 最初期我們台灣 一直修法國和英國 那它的金肉型 這次就開始 台灣的水準已經有打過了 我最初期 你做 我當中 好像胸肉 牧穴好像五 七美金 香港跟英國一樣 大概十塊美金 佛國跟英國都是高四人疼的 到現在想宴在吃一樣用香煎的 那我們之前去日本的時候 大概都是做汆燙的 日本人都吃一千的 當然佛國煎也是吃一千的問題 但是佛國的胸肉比較厚 所以它賣的價格比較高 每公斤才十塊美金 那我們做一下五塊七 那到日本才1.6公斤 1.6美金而已 所以我們台灣的專業算得不錯 應該是政客中比較好便宜 把這個政客改成這個程度 所以把我們台灣這十年來的藥 不可以免花生 因為大概自己吃就差不多了 你想今年這樣 你看這樣也沒差夠了 為什麼我們這紅彩林是怎麼 是櫻桃牙的故鄉 應該是怎麼說 最早我們宜蘭館是全省 目前現在養雅學生肺炎最多的 剛開始時代五節嘛 對 後來因為陳定然時代 館長的時代是說 要申請牧場 要站在牧場上吃 站在牧場上吃 站在牧場裡吃 我們宜蘭館算第一位 先執行的 就變家國 站在那裡都頂一頭清空 當然有保留 保留就是小鴨舍 因為那些老實 有比較好養的小孩 所以我早期的小孩也叫他 後來就自己慢慢有 應該說 後來都到路上了 路上後要先牧場 要做灰水嘛 所以相對 要導出這個人 導出這麼多錢的人 沒多了 一個灰水庫 像這樣兩百塊 全部五十五十萬 但是 老實講 效果也沒有那麼強 因為 老的水量算不少 來我們三星 因為我本身大三星 然後因為我們這裡有路上 所以我們三星的燃料長 農產品是很豐富 甚至現在比較不順 也有空心在那裡 因為我們差大 農作物會比較特殊 像我現在在推 有自一塊低澱粉的 白米的酸器 也是靠這些阿來做 做幫忙 勞力不足的地方 把我們吸收蝦 吃蟹蟲 吃牙蟲 就變成說 地外面轉移 同意識 現在希望阿爸的阿 是做兩用 甚至三用 還是說我們農民 可能會自己做加工 就不用說 不用飯店吃阿 可能來我們這個收集 我們現在這裡 這個是 紅柴營虛農業專區 以後可能就會 會很多東西會產生出來 包括米啦 包括阿 我們這專區是阿做主題 董牙蟲拿出來 阿僵豬部出來 第一天 它的溫度大概保持在30度 不能隨便這麼棒就對了 要怎麼過 30度 每天降一度這樣子 大概一個禮拜 冬天要一個禮拜 夏天大概三天就可以了 你沒有保溫 它會稍微打氣 像德烏漢的打氣 它會稍冷 目前現在是做過程 以前冬天是做頭髮的比較好 頭髮補一下 以前是技術 現在技術比較少 就是用醋放油 保暖的效果 大概 20天 現在政府規定20天才可以出來 以後簡直可以出來 先在廊子裡面 是一整個檔就對了 對 可以搬出來的 對 對 而且在這 技術差不多 通工這段時間 我現在會加酵素加蒜頭 就是因為它抵抗力比較好 以後會用比較少 你30天 35天就要就不用了 對 就不用抗生素了 而且現在抗生素也不能 之前是用防安 大概 15年前都是用 有時候會用到防安劑 現在都規定不能 不能用到防安劑 就用抗生素 所以抗生素的 停留期大概 五天到一個禮拜而已 所以對人家也比較健康 所以這隻抗生素一定要檢驗 可以說是沒有殘留就對了 不能有藥物殘留 完全是零就對了 對 一定的 那是一定的 所以抗生素說75天 這中間多久以後 就不能讓它吃類似這個 一般 大部分都差不多35天 就差不多就沒吃了 就都沒吃 因為抗生素 這35天之後 看這個都起來 它比較粗放 它沒有像其他動物賴那樣 它這個比較野性 所以抗生素比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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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說健康的食物就對了 對 它絕對是健康 因為你要看 你抗生素 你要注意看 牠本身 牠的整齊率有夠 就變得這頂牠很健康 你看看 比較沒整齊的 就表示說 比較沉漆 沉漆就表示 牠可能是 其實這隻抗生素 腸道夠好就好了 我剛才說 30天是呼吸道 你三呼吸道 如果夠好 不可能會消呼吸道 不可能會消呼吸道 所以如果你洗腳夠好 大隻就很好 然後 洗腳到便宜就不用 沒機會賺錢了 喔 這樣我知道我知道 你顧得很好耶 原來是這麼多訣竅 這隻鴨 除了鴨雄是最肥美 還有什麼多一個薄圍 比較好吃的 比較好吃 應該是鴨雞 鴨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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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配酒鴨雞 你像我兒子現在高於 現在高於 大概高於 17塊 他不會30塊 這樣喔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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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大人這樣不正 可能疫情的原因 阿姬比較有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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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姬當然都公不應求 公不應求 大人沒有存在 妳不會吃飯 不是 宿舊 安坊 那偶 кус 有分別的 scooter 阿姬 海違 верх 大人 大人 在台灣 娥姐 整十年以來 剛才 foul 小池 那是怎麼可能 there? 應該就是說 好幸福吧 好幸福台風那天 好幸福台風那天 那天 昨天我 bin 本來是atos 第四個禮標 每天都說你禮拜天就做颱風 那天差不多找沒潭 趕快撈兩百塊 有什麼撈 是阿伯撈後撈嗎 不是 沒撈撈 因為越有越有 現在阿伯苔一吹 阿伯撈就好 要跑不出 如果跑不出 跑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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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最慘烈的 央農也是看天吃飯 除了那一年賀伯颱風來襲 讓他血本無歸之外 最讓他心痛的是遇到禽流感 配合政府的政策 押群全面撲殺 而這個痛讓他至今都很難釋懷 那天好像兩個木頂丟三頂 大概平均狀毒很重 然後疫情率大概算到差不多92% 因為這個青年感是政府的 政府在 應該是國際性的 我在家裡的人 大概是一種流行性感冒 也可以說是一種慘慨性的 比較沒差的 我做 趴殺掉起來很沒差 因為 像我們在家裡的人 去賣跟鳳台町那個感情不一樣 那差不多半年了 因為 當然他是 怕危害到人 人來 創你人來 其實我們在家裡的人 會對我先對 我每天都要跟他在一起 對 會對我先對 所以應該是說 這個部分 目前現在都在鹽啊 我現在都要每年都要鹽啊 有就給你撲殺 所以這個就讓我們養起來 就很辛苦 你一年 如果剛才那些 那些年都要撲了 所以這個方面 是不是說有沒有比較 比較好方法 因為 當然政府是有農民好 現在有辦保險 事實上 一般撲的人一隻 才會去賺 比較貼 比較窄 什麼比較貫的 大概20塊到30塊 保險就要15塊 你說阿龍你過去要 扣殺什麼 不多 所以 反而這個部分 其實叫政府保障 是比較不利的 錢我們在談嘛 但是相對你叫他 做這些保險 他們覺得 比高比較不合 所以議員水就比較低 會比較低 了解 今天金榮先生 你跟黃先生 有這麼多 原來櫻桃牙是這樣刺出來的 沒有啦 應該是說 大家刺一下 這間的就是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我們宜蘭館 都差不多 因為早期就很劍 早在宜蘭館 最早在宜蘭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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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喔 好 這都傳承的 上台傳的 傳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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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次接一下 你女兒怎麼有在接 沒有 你怎麼有在接這個 有啦 有做加工的 大小小的做加工的 好 因為養殖的比較辛苦 老人家做就好了 你說給你養這個阿 什麼辦法 哪有什麼辦法 我看你很久來都在這裏 都一天不可以 都不能走 一般就是一天養兩餐而已 這個阿 比較簡單 它 宜蘭館 不像 宜蘭館雞 它會定量 放時間就好 所以是時間過的 不能走 這樣喔 因為你比較長的地方 你不能養到多餐 就說養到多人的地方 第一不大餐 第二人也不需要你養 這個重點 也是這樣 好 黃先生他所養的這個櫻桃鴨 就是 那邊也是買到屠宰場嘛 他同意來處理 對 屠宰場後 也是把鴨匠的部分 買大餐廳 買餐廳 對 它還有一些什麼 副產品 它的阿是阿咖 它都去哪裡 我帶你來去看 吃蒜頭長大的櫻桃鴨 果然是健康有活力 而超大的飼養空間 還有三星的好水質 更能養出櫻桃鴨鮮嫩肥美的肉質 三星是櫻桃鴨的故鄉 可不是浪得虛名 而下一集 將要為大家來介紹櫻桃鴨的創意料理 以及櫻桃鴨附屬品 都到哪裡去了呢 敬請鄉親準時收看 歡迎收看 伊蘭古新山 鮮花鯨鯉 伊蘭古新山